应该开始买了,上星期有些朋友知道我出书的,买不到,对人好。 好,或者我简单说几句,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 首先交代一下为什么写书, 除了我自己的学者背景,所以写书,写论文,这是我过去的本业。 最主要就是在离开了局长纲位之后,到现在差不多一年, 离开纲位之后,头几个月,基本上我都是会去外游, 真是有自己的时间。有些朋友谈起,就觉得, 为什么不将做局长那几年,对房屋政策, 运输政策的一些体会,一些见解,都写出来。 那我自己想一下,都是好的,因为为什么呢? 都给自己有机会,就去组织回以前处理过的一些问题。 还有,趁自己年纪未是太大, 现在去到这个年纪,就很容易不记得一些东西。 越早写越好的,因为越迟写,就被人说了。 所以,拿着一部iPad,总之每日有时间,就写一点点。 发觉都挺有效率。 原本打算出一本书而已, 最初跟中华书局说,我有兴趣出一本书。 但是写完之后,发觉初稿,这个是改了几个稿, 初稿差不多是十八十九万字, 所以发觉一本书是不可以的,所以就分两本。 一本就讲房屋,一本就讲文书。 封面设计都挺有一些想像力的, 因为它是将两本书,就是这样, 所以它看到那些图案,就是这里下去, 是在这里延续下去的。 就是说,其实买就买两本好一点。 所以说宣传都是两本一起宣传的。 那用了我大约是, 我由十月左右开始写, 初初写慢一点。 在写过程里面,我就要去组织一些资料, 讲一些个人当时的体会, 或者是进述事情的经过, 要查一查究竟数据, 我记得是这样的, 因为出版了, 一定不可以有错的, 所以要去查回文件, 现在网上非常方便, 我的文件基本上大家可以随处在网上找到, 公开场合找到的, 只不过我去找就会方便一点, 因为我知道哪份文件, 因为文件我经我手, 所以可能找快一点, 但我找回所有资料, 还有我在讲一些政策的源起, 我不是只是从一二年中, 我做局长开始的, 比如举例,房屋, 我讲回租金政策, 或者是当年的富户政策, 由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 去讲回那个源起, 那些就找回一些资料, 那立法会本身的资料复得很齐全, 政府比立法会文件很多, 起码在我任内, 所有文件立法会一定是经局长要查询, 那我当时我的立场, 尽可能是资料丰富, 有些就有附件, 有注脚等等, 尽可能是大量的资料, 放在公众的领域,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涉及我去找回这些资料, 找回所有, 当时的数据是怎样的, 譬如说, 我们针对楼市, 推出那些需求管理措施, 俗称是辣椒, 那辣椒有没有用呢, 我立场是有用的, 你看回我有个节目, 专门讲楼市, 因为香港在2015年, 应该是9月左右, 去到2016年中, 其实我们的楼市跌过接近一成, 我忘记了,跌过一成, 在同期,其他大城市, 在悉尼、伦敦、东京上升, 我们是逆全球的趋势下跌, 但当然,全球对房地产的需求, 特别是投资的需求, 非常之刚性, 而且在低息环境下, 很多大城市都受到这种, 所谓泡沫的冲击, 如果在近年, 最受这个, 所谓被形容为, 一个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除了香港之外, 还有其他城市, 有些大家都很熟悉, 温哥华,多伦多, 大家听过了, 有些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原来, 这个, 这个, 瑞典, 茂尼克, 这些都是被视为, 是泡沫的房地产市场, 所以当我们去, 怎样香港搞到这样, 其实很多城市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我在本书里面, 我都有教导, 这个大抵上, 就是当时我写书的背景, 用了可能半年时间, 我的初稿完成, 大约是四月左右, 之后还有些收定, 出版社方面, 排印出来, 我还修改, 所以到五月, 才是最后定稿, 那书名怎么来呢, 那书名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那是从这个, 大家记得, 现在几年前, 也不是几年前, 好几年前, 这个前美国副总统, 戈尔, 他有一部电影, 叫做The Truth of Inconvenience, 就是说环保那些, 中文译作是, 不愿面对的真相, 那我就借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我说, 我说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呢, 因为我整本书, 讲回房屋政策, 交通政策, 民书那些, 我是从决策角度去写的, 所以我说, 我这两本书, 不是我做局长的回忆录, 因为这个回忆录, 会讲到很多东西的, 政治啊,其他一些, 但是这两本书, 暂时呢, 就只是讲政策, 讲两个范畴的政策, 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再看有没有可能再写回忆录, 那么, 那个现实呢, 就是说, 在任何的决策过程, 包括这两个政策范畴, 那个决策的环境, 是一个, 就是你要面对你处身的, 一个现实的环境, 无论你有怎样伟大的远景, 怎样进取的一个目标都好, 你都要在现实里面, 受到它的制约, 这个就是政策制定的时候, 不能违避的, 同样不能违避就是,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面对运输交通的情况, 房屋, 今天更加严重, 就只会越来越恶化, 所以这个现实呢, 也是不能违避的, 就是你不能违避, 你要解决问题, 这个现实, 同样你不能违避,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所受到的种种制纱, 很多是需要取写的, trade off的, 这个就是, 我在讲这两个范畴政策的时候, 尝试大出来的, 这两本书写出来的时候, 第一, 虽然我现在, 就是回到大学, 我帮教大和科大, 但是呢, 我就不是这两本书的写法, 就不是当一本学术书, 但是可以是, 就是半学术, 因为它里面都讲到一些, 一些决策的, 一些道理, 还有, 我希望两本书呢, 对象是一般市民, 亦都可以用作通识教材, 因为, 看里面的政策的元气, 房屋政策, 可以有些东西, 或者一些概念的澄清, 譬如说, 居屋, 很多人说, 居屋你卖出来的时候, 要保地价, 其实没有保地价, 不是保地价, 是保价, 保价和保地价是两回事, 有些概念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说, 卖楼花,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卖楼花, 一卖的时候, off the plan, 你没有实买一道, 你只是卖花, 未结果, 即是未起好, 所以卖花, 不是卖果, 很多东西呢, 我就尝试去介绍一下, 一些元气是怎样的, 书名就是这样来的, 在一个引言里面, 我也有交代, 我今天看《明报》, 他这么聰明, 可以爆料出来, 我去书出, 就说我不会爆料, 因为我特意在引言里面说, 因为第一, 我作为前任官员, 我仍然受制于官方的资料保密法, 所以我不可以, 即是说要透露, 一些政府内部的, 所谓的机密, 敏感的资料, 当然这个有法理上的规限, 亦都有一个政治伦理, 那讲到政治伦理, 我在一本书里交代, 我是不会评价, 即是现任政府, 包括我的继任人, 他一些的措施, 要尊重政治伦理, 不在其位, 所以, 所有资料呢, 原则上, 都是公开的资料, 除了一些, 可能牵涉到机密的那些, 譬如我当时的感受, 或者我尝试组织的情况, 或者我有讲到, 譬如讲房屋, 长远房屋策略, 我有一个专章是讲房屋, 过去没有讲到的, 大体上怎样, 长测会, 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 只有一件事是投票的, 所以大家都有共识的, 有一件事, 我希望拿到最清楚的长测会的意见, 所以是投票, 投票投什么呢, 究竟新的房屋供应, 用六四支笔, 七三, 五五, 那次是投票的, 如果没有记错, 那次应该绝大多数是支持六四的, 比例, 我在一本书里面交代, 如何提议六四支笔, 不过有些可能不牵涉到机密, 譬如当时我的感受, 对事情的理解, 我组织出来, 我作为第一身, 参与歧视, 我一些感觉是怎样, 来浪去脈, 大底上是怎样, 有些虽然知了很多, 包括我在房屋那本书里面, 有说到黄州事件, 因为我觉得这个黄州事件, 对政府来说是冤案, 是将这件事无限上纲, 极度是政治化的, 我组织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大家事后再看看, 便会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 同样, 高铁超支事件, 我也有说到, 没有爆料, 不过你怎样去理解那些事情, 用英文来说法, 你必须要读在线中, 还有一个我不会说太多, 就是关于高铁的疑误, 为什么我不会说太多呢, 因为大家可能有些, 当时有采访, 我会记得, 在高铁九月, 就是今年九月通车之后, 就要解决政府和港铁公司的争议, 就是关于言误责任, 以及可能政府方面, 是要追讨责任的, 所以当时我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都说过, 政府方面, 当时也是委拼了一些资深大律师, 开始给予政府, 由于牵涉追讨责任, 有公众理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透露太多内情, 以免影响, 将来追讨责任的时候, 即是法律的程序, 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 我最大面对的挑战就是, 究竟写多少东西, 特别说运输, 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写完, 我相信可能两倍或三倍, 所以我就要看下选择性, 所以我希望选择一些重要的东西, 而且那些东西, 大体上可以代表到, 我做局长的五年, 相关政策的一些主事, 所以房屋那里, 就很明显了, 长远房屋策略, 处理楼市问题, 土地的问题, 当然土地问题, 就不只是运房局, 最主要负责土地, 就是发展局, 但是运房局, 特别我作为局长, 我也是有牵涉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是大安局, 很紧密地去谈, 所以这些就是要面对的事情, 而且在讲到房屋的具体供应的时候, 又牵涉到供应房屋, 供应房屋很多东西, 租金问题, 库务政策, 重建问题, 很多东西, 那里再带出的问题, 我就专专讨论, 因为我知道社会上更多, 我自己个人, 在这么多年, 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包括未入政府前, 就是领会的问题, 今天叫领展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 应该吸取一个很大的教训, 还有一些, 在我处理房屋政策那五年, 以及之前, 我入政府前, 其实坊间都开始讨论, 就是, 比如举例, 应不应该租管, 应不应该捉襟津贴, 应不应该过渡性房屋, 应不应该一些, 由政府去做, 当然现在政府都没有做, 不是政府去做, 就是所谓良心劏房, 很多这些提出来, 那我说回当时, 决定是什么, 为何是作某种决定, 租管, 或者这些地方, 可以差一点点讲, 我本书都有些交代, 我在我读碩士的时候, 我在英国读碩士, 当时我的碩士论文, 就是讲香港战后的租管, 所以我可以说, 我都有些发言权, 租管的操作, 同样讲到运输, 当时我也有选择运输经济学, 当时我专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道路收费, 电子道路收费, 就是那类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提材的选取, 在运输方面, 因为运输很大, 我过去做局长的时候, 通常我说, 和一些自训者说, 一只手, 五只手指, 陆海空, 港口, 物流, 那就是运输了, 很大的, 陆送交通, 公交, 单车, 行人, 很多东西, 可以包括里面, 道路, 海, 不只是码头, 船, 还有一些海运的服务, 譬如融资, 保险, 船务代理, 船务管理, 我们船博的注册, 挂香港旗的船等等, 都很多东西, 物流, 不知为什么, 物流是归运房的, 说现代物流, 第三方物流, 很多最新的, 货物杂山的一些做法, 空运, 机场, 山跑的扩建, 空域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在那里, 所以, 很多的, 需要选择, 我主意是什么呢, 就是对香港, 日常民生影响大一点, 是我的重点要说的, 所以, 在交通方面, 陆上交通, 公共交通的重要性, 因为我任来, 我就以公交为优先的, 去处理, 公交为本, 香港在公交方面, 亦都是非常法律, 每一日, 有九成的出行人次, 是用公交的, 当然包括港铁的服务, 然后, 然后, 对香港的经济发展, 有影响的, 海运, 空运, 物流, 那些, 那些, 说海运的时候, 无可避免地, 都会说一些相关基建, 譬如说, 港珠很大, 我有一点讲及的, 空运, 包括三跑的重点, 三跑不能, 不尽快上网, 有所交代, 还有一些, 当时社交上很鼓吹的, 譬如我们应该推动, 就是不要太依赖私家车, 所以我在我任内, 私家车不是我优先的, 泊车位, 我是鼓吹, 优先是照顾银食车的泊车位, 就是银食车, 就是对我们内部经济, 货车, 这些荣耀的, 因为私家车, 其实所有大城市, 尽量都行私家车, 这个可能对一些中产, 未必是很欢迎, 但现实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 就是推广这个, 单车, 单车友善, 行人友善等等, 那些我觉得是值得推的, 不过在推的过程里面, 亦都发觉到, 人的性格是分裂的, 当你说, 推动步行, 人都说, 是啊, 步行好, 有益身心, 你可以随街看看街景, 很美好, 但是, 去到你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把巴士站搬一搬, 令道路交通改善一点, 你要多走五分钟, 拆天了, 区议会, 性格就是这样, 这也是很多公共政策上的问题, 龙门经常改善, 和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一说到巴士路线重组, 因为有些路线很少人坐, 有些重叠, 要重组, 又是不行的, 各个区议会反对的, 甚至有区议会, 我本书引述过去, 他说到, 一定要怎样呢, 要做到巴士都保证有位坐, 不可以站位的, 这就是我们地区上, 不同的掃墙, 所以, 但是我们做公家的事, 当我做局长的时候, 我经常跟公务员说, 我们做什么呢, 我不是说黑社会术语, 我说我们要维护公家的利益, 维护公家的利益, 因为没有人维护的时候, 你就要维护了, 因为立法会不同的民意代表, 他是代表他一些的选民, 无论地区, 功能组别, 或者一些小区, 他就是为他那些说的, 其他他可以不理的, 但最终来说, 最后, 谁要维护大局的利益呢, 下一代的利益呢, 如果你说这一代用了资源, 下一代凭什么呢, 或者我们制造很多包袱, 下一代要承担又怎样呢, 这些就是阿公的利益, 那我们做公职, 有公权力的人就要很小心, 有时为了公家利益, 可能会对某些诉求, 可能他们觉得, 我们满足不了, 也不一定, 上一届的运防局, 应该在当时的政府, 我们是面对最多争议的, 至乎今届也是这样, 上一届政府, 政府呢, 就成立了两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两个都跟运防局有关的, 一个就关于南亚, 藏船事件, 第二个呢, 就关于沿水, 就是含沿超标的事件, 那另外呢, 就在高天问题上, 当时呢, 也都成立了一个, 由夏政文法官, 所主持的独立专家小组, 那这个就是, 在运防局以外, 运防局自己都成立过一些调查, 调查下第一部门的, 包括海市处, 因为南亚海南事件之后, 跟进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报说, 包括调查这个民航处, 因为当时审计处有个报告, 批评民航处, 在搬总部的时候, 一些的表现, 一些的资源的运用, 所以就, 都很多争议的事件, 那在里面, 我都有一些专章去交代, 如果说运输来说, 就是跟港铁有关很多, 有三个chapter, 有两个是关于高铁的, 一个就是延误事件, 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超支, 以及这个, 一地两检, 一地两检我就不讲太多, 因为很多敏感内部的, 我不讲得, 可以这么说, 在上届政府, 我跟袁国强司长, 应该是这么多个司局长里面, 我两位是参与最深的, 因为我不是搞法律, 所以我就不会代了, 袁国强司长去讲太多法律上的, 但我都是讲出, 我自己是怎样看一地两检, 我认为一段两检, 应该是应该做得到的, 大体上, 书方面就是这样, 如果讲感受, 总结一下, 过了五年之后, 我离任的时候,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入政府前, 我从来没有一厢情愿的, 即是说, 入政府担任公职, 一定是一个所谓热厨房的了, 问题是多热呢? 以及我们忍耐的程度, 够不够呢? 我在运防局那几年, 去到某一个阶段, 我和我同时, 都去到一个昇华的体化阶段, 体化阶段是怎样呢? 就是每天都打仗了, 那个争议事件的多, 差不多就慢慢成为常规, 甚至是这样讲笑, 就是说, 我们运防局可以一个争议, 去盖另一个争议, 你们做新闻就知道了, 即是说, 随着每天有什么新突发, 有新的突发, 就盖上一次的突发, 即是我们运防局去到可以这样, 今个星期, 炒开一些东西, 下来就去另一件东西, 那我们又去那里了, 所以说得负面, 当然是皮鱼不鸣, 但整整一下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LIFE, 即是我们的局, 所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怨言, 去到这阶段, 只是说, 要爆, 就是天雨下雨就没人发, 要爆就爆了, 不过最重要就是这样, 爆的时候, 有些东西未必是我们那届负责, 即是引起的, 但在你那届爆就是爆, 你就要承担责任, 你代表当时的政府, 或者代表整体的政府, 就要承担责任, 就尽量去矫正一些东西, 错就要认错, 譬如沿水事件, 我就觉得, 为何这么不幸, 是我们那届才爆出来呢, 还有沿水事件, 我来饮的时候, 那次搞记者会识别的时候, 我都说了一点, 沿水事件真的成为一个事件, 成为一个事件, 不是黄碧云促成的, 黄碧云就最早去验水, 问房署, 那些水有没有缘的, 那些喉管用什么是这样的, 当时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说, 我们跟随规定, 一定要用Led Free, 即是无缘的喉管, 所以在制度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黄碧云那些, 他提出一些, 我们又查过几个户, 都没有东西, 但他有些, 他做过调查的那些单位, 他就不肯让房署再去验, 但是有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神通贵用, 房署员工就很积极, 他有几个空置单位, 他就去验, 即是没有人住的, 你知道这个启程新的屋村, 在空置单位里面, 发觉含原谅有问题, 要再验, 就是这样去触发起, 发觉原来有超标, 在水板里面, 不是全部超标, 总之有少数水板超标, 那就是一个警觉, 就是这样触发的, 所以不是说黄碧云发言到, 所以不是这样的, 但这个牵涉什么呢, 就是我仍然觉得, 政府部门的同事, 无论过去制度上是怎样, 但一旦出现事件的时候, 去处理的事件是很认真的, 不会说随便, 不会说轻轻带过, 是很认真的, 我在任内, 我在书有交代, 所以我不怕说, 我有两次是准备辞职的, 第一次是当时媒体报道, 就是高铁事件, 就是高铁二五, 因为当时无限上纲, 说我和港铁公司合谋隐瞒, 其实这件事完全不是这样, 当时我在立法会, 应该是2014年5月, 在立法会的铁路小组, 我公开说, 我就说, 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夏正文法官, 大家不会质疑他的公正性, 这位法官做过很多司法案件, 他有一个专家小组, 如果这个独立专家小组, 在他言讯之后的结论, 认为我作为局长, 我一些行为, 是造成高铁二五, 我立即辞职, 因为我自问不是这样, 你说一件事处得好与不好,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给太多, 所谓benefit of adult, 当时我就以为, 用疑中流程去表达benefit of adult, 比较像中文一些, 不是疑点归于哪个, 但发觉原来用中文就更差了, 因为疑中流程, 有个情字好, 那些人觉得, 哇,你讲情, 你怎样, 但是当时是怎样呢, 就是说, 港铁公司拍心口就说, 我们不会迟的, 我们赶到2015年底, 我们通道车的, 你现在说我迟, 那就是说, 那些承建商就更拖慢来做, 那你原本不应该迟, 都变得迟了, 好了, 一间公司的CEO拍心口, 还有他的高层说, 喂,我不会迟的, 你不要无端端, 因为现在, 因为当时是讲解三年, 工程的完结期, 之前两年你说我迟, 造成我真是一个自我应验的原词, 这个大家都不想, 那我们当时是给他, 这个所谓benefit of doubt, 就好了, 给多几个月再看看, 是这样的, 但是事后的炒作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我当时, 你可以这样说, 在这件事的过程里面, 我心情很复杂,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如果真是, 如果那个调查, 那个独立专家小组, 认为我作为局长, 或者我局, 是有很大的责任, 我就承担了责任, 第二次呢, 就是没有公开讲过的, 我本书有透露, 亦都跟高铁有关, 就是高铁的追加勃款, 当时有所谓死线, 这个死线不是假死线, 是真的死线, 因为我们跟港铁公司, 签了委托协议, 到某阶段, 政府有合约上的责任, 就说有没有钱, 现在没有钱了, 有没有钱, 如果没有钱, 就要停工了, 就要通知承建商, 你现在可以做准备, 要解雇工人, 你要怎样怎样, 要做那些停工的准备, 所以是有一条死线的, 死线去到某日子, 就真的死了, 没有一再迟的, 所以当时呢, 立法会一路, 就是大家一路拖, 所以我都叫马时鏗, 就说那些公司, 你们开始要做一个, 所谓倒数的安排, 我自己的准备是这样的, 如果到某日子, 真的死线了, 而我们不能不向港铁公司, 作出的指示, 对不起了, 我们没有亲钱, 立法会过不了亲钱, 没有钱, 麻烦你, 停工了, 停工有很多效果的, 那些代价, 我有一本书都有交代, 当时, 社会上讨论问题的时候, 立法会讨论的时候, 我都有交代, 是以百亿计的代价, 我觉得, 如果真的立法会, 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都通过不了那个拨款, 而我要停工, 而停工是带来额外的代价, 就是以百亿的代价, 你试想一下, 负责的局长, 是否应该承担政制, 所以我预计了, 如果真的去到这个临界点, 我就会站立, 宣布了停工, 然后就说, 我忍够辞职, 因为我做不到, 我不能够预计到这个临界的拨款, 当然, 很无奈, 但我有这样的准备, 最后幸好, 就是混乱中, 通过了这个拨款, 这个, 就是我当时所经历的一点, 但怎样都好, 那几年, 无论处理房屋, 交通运出问题, 其实都是, 你可以说是很多, 有时觉得是, 是倍功半的, 但如果整个香港, 处理这些迫切的问题, 都是倍功半, 其实我们的竞争力, 一定是, 一直落后于其他很大城市, 我们面对最大问题, 无论房屋也好, 交通运输, 都有一个同一的性质, 就是我两本书都有交代, 就是所谓的容量限制, 就是capacity constraint, 就是屋, 大家知道了, 去到某个阶段, 我们不够屋, 人口一路增加, 户数一路增加, 还有呢, 这个全球现象, 大城市现象, 因为我们全球, 老一代, 就是我们那一代, 就是我们再上一代, 都是寿命长, 寿命长, 就是你的housing stock, 不可以那么快, 去下一代, 总体来说, 为何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没那么严重, 因为那些人早死, 单位会一路, 转到下一代, 现在我们迟了, 还有需求又大了, 还有当然, 就是人口多, 有些人口就说, 因为你移民多了, 当然移民是复杂的问题, 不可以那么简单说, 但客观上来说, 的确, 我们人是多了, 我们城市人是多了, 交通文宣都是, 因为我们有游客, 我们每年有五千多万游客, 应该在全球来说, 大城市我们最高,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社会要应付, 如果你不应付的时候, 就会内部, 很多矛盾会产生, 或者我讲交通的时候, 我用个字眼叫做implosion, 就是内部, 应付不到的时候, 就是内部, 一个城市无以为计, 所以, 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做的, 不过这个真的要讲决心, 和取舍, 我们钱很多, 但这些问题呢, 钱是解决不到, 所以就没有问题, 我最近留意到一个民意调查, 他就说, 那些人最不满意房屋, 比较满意是福利, 那当然啦, 因为福利给钱就解决到, 房屋给钱都解决不到, 现在房屋储备金有七百多亿, 但不是钱没有问题, 因为全国政府有以万亿计的储备, 不是钱没有, 而是没有地, 所以香港要面对我们将来的政策上, 特别我在运输房屋, 我比较深刻感受, 我们有三个L, 如果我们解决不到, 我们整个发展就是死亡, 一就是土地, 土地, 因为很多人需要土地的, 很多个学校也要土地, 医院也要土地, 安务设施也要土地, 最后都是土地, 第二,労工, 工会当然不合听, 但客观现实就是, 很多工是没有人做的, 不只是建筑行业, 交通运车也是,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坐的士, 现在我来喝的时候, 的士司机的平均年龄, 是57岁左右, 再过了10年, 去到60了, 因为没有新人入行, 没有年轻人入行, 这就是客观现实, 有些行业的人力供应, 是落后于需要, 所以那些是我们要处理的, 新加坡为何在建设上, 比香港更快呢? 新加坡外劳有百多万, 香港, 我估计我们可能是, 严谋计非用那些, 是很少的, 在高铁追加普通的时候, 有些立法会议员就以为, 高铁当然有很多外劳, 其实不是, 在任何时期, 高铁工程, 那个外劳人数, 输入工人人数, 是不超过五百人, 五百, 当时很多议员, 假设, 你当然是大量输入外劳, 影响就越越, 因为我们对输入外劳的限制很多, 是不容易输入的, 但有些工作是没有本人做的, 譬如港洲大桥, 有些可能危险性高一点, 是没有本人做的, 你不输入就没得做的了, 所以, 努力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领导力, 领导力, 这不是只是真正的政府, 我们是全个社会, 无论是立法会, 政府官员, 社会各界, 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建设我们的城市, 以前香港在七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我经常标榜, 香港是一个, 什么叫做 spirit, 什么都可以做到的, 你告诉我, 我们没有教条, 什么都可以做的, 今天我们教条很多, 那种can do spirit, 慢慢好像不见了, 以前香港人就是一个, 各个国家都说做不到, 我们就做到, 人家城市不敢做, 我们就去做, 我们就去试, 但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敢试, 什么要等到, 新加坡做了, 我们抄了他, 这个做了, 因为我们永远不敢试他, 以前香港人第一, 廉政公署是香港成立, 然后其他人跟我们, 我们很多是自己先做的, 做生意的都是, 在海外市场, 今天不是, 整个社会好像说, 安全那些, 试过都行, 我们才行, 那你就永远落后, 去到阶段, 一些其他城市以前落后于香港, 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为一个, 一个警号, 我们真的在竞争方面落后, 好了, 我讲得很长, 简单是这样介绍一下, ', 是, 我有一些问题, 是, 好啊, 请问, 是, 银浩, 先说, 你发销很多篇图, 港铁, 例如有三个篇图, 是, 最近港铁, 大家都抽的很严谤,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也有说, 你当然港铁, 超支和延誤, 你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政府和港鐵的關係 你覺得一直以來因為港鐵表現好 在本地上做得好 所以有一個高度信任在這裏 但這件事可能會有過度的信任 但現在看回那幾年 又爆出現在沙東線的工程 有很多人的規則是匯報做得不好 或者你信了港鐵 你覺得政府在高鐵而不超之之後 做的那些檢討工作 現在今天看回來 其實是沒有吸取到教訓 令到沙中線有這些投資人的工程會發生 首先應該這麼說 對所有的工程 無論是政府直接自己去興建的工程 或者好像現在的港沙中線、高鐵 委託另一間公司去管理的工程也好 其實在工程界 即是在一個建築成建界裏面 有些是不應該發生的 即是說業主 我們通常說project 有一個employer 即是你的工程是你擁有的 我們叫業主 你判出去 因為承建商是很大的責任 跟隨你的指示 你這幅圖要求是怎樣 它是跟你做的 當然現在沙中線 我們未知底運是怎樣 因為很多時候 我處理這些基建的經驗 就是有很多傳聞 有些是吹口哨式 即是基於說我要爆料 有些是有其他動機的 這個沙中線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 所以我不敢去網下判語 但是很多 所以也要看看將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即是它調查的結果是怎樣進行 但是基本上就是 承建商的總承建商 是有很大的責任去確保 它按照業主的要求 一圖各方面的質素要求去做 承建商就要監察它一路下去 因為通常大型工程 你不是一個總承建商 你有二盤、三盤都要進去 每一層都要看 還有如果大工程 可能有幾個大的承建商 如果用高鐵為例 高鐵是很大的工程 高鐵是四十多個大的合約 不要計算少 有些合約之間 譬如一個負責建站 一個負責建舉例 連接路軌 它們不同的工程之間的介面 interface做得好不好 又會影響到工序的範圍 所以你可以說 所有承建商都應該去到一個階段 就習以為常 不應該有問題 如果那裡都失效 就很大問題了 整個業界、整個行業有問題 如果你說我業主要求你這樣 你反而不是這樣的 那就有問題了 你不能夠說你是業主 每天找個人站在那裡看 不可以的 現實上是不可以這樣的 工程有工程自己的行業 你的操守、你的要求 所以這就是一般而言 無論是政府直接建設的也好 或者找委託 好了 去到高鐵和沙中線 是很特殊的項目 因為到今天為止 只有這兩個項目 在政府內部的說法 這些叫做委託項目 就是怎樣呢 以前港鐵公司或之前地鐵公司 它建設的鐵路項目 就叫做ownership approach 就是說政府就叫它建設 當然地那些要配合 根據法例 那它就要建設 不過如果要去做一條鐵路 是違反商業的原則 即是它虧本的 回報是不足的 政府就要填補 那個所謂融資的窗口 政府可以用現金去填補 可以說我給你在車站的上蓋發展權 這樣去填補 以前比較多是用上蓋發展權 就是這樣 但是一旦同意之後 政府給了一筆錢 或者給一些上蓋發展權 填補了那個資金 那個鐵路就是港鐵公司的 你負責在起床之後就是擁有的了 你就總之你盡量省錢一點 你不會虧本 總之就是你去營運 這個沙中線 其實最早就是高鐵開始 沙中線是第二 雖然是複雜的 沙中線最初就給九鐵的 後來兩天合併 就給港鐵 所以它比較複雜背景 這兩項目是唯一的 就是用委託 就是說是政府出資 政府去建 建好之後是政府擁有 只不過港鐵公司 就是負責做工程的項目的 一個管理者 一個project manager 所以在建的鐵路期間 港鐵公司說 這個鐵路不是我的 我幫政府去管理建造而已 最終建好之後是給政府 然後政府再有另外一個 concession給它 經營權給它 就是它去經營 會決定經營多久 由於是港鐵去管理工程 不是路政署 所以最初在高鐵項目的時候 路政署最早就找顧問 建議 究竟我應該怎樣管它 顧問就說 你用一個叫 check the checker checker就是港鐵公司 就是它做工程的管理人 政府要給它支援 有個管理費給它 在高鐵項目 最初是四十多億 所以當時港鐵公司 有七百多人 是做管理這個高鐵項目的 路政署就是監督港鐵公司 但你不可以等於你去管理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管理團隊 就是港鐵公司的 所以 check the checker就是 你看看它的 system 是否政府這麼嚴謹 有時候有些數字要抽查 就是這樣 而當時高鐵項目的時候 路政署的編制 鐵路拓展署有多少人去負責高鐵項目呢 十幾人 路政署有十幾人 港鐵公司有七百多人去監督 去管理這個項目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設計 不是想著政府的相關部門 你去港鐵去管理項目 你不是管理者 你只是監督管理者 管理者就是港鐵公司 而他給了錢給他 給了幾十億去監督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發覺 為何政府工程不會這樣 因為政府工程不同 有些工程有關部門 比如路政署 你直接管理項目 所以有時在沙中線或高鐵項目出現的問題 未必在其他政府工程有類似問題 或類似情況 因為制度不同 但是你只是看一看 由沙中線到高鐵 剛才你所說 都是唯一這兩個項目 用委託協議去做 這個做法 在未來 政府可能還有其他 是否應該再退行 還有第二就是 由沙中線的事件 以前有高鐵項目的事件 都看到 其實港鐵的管理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以至到現在港鐵 例如坊間所說 其實在高鐵事件 政府吸取最大的教訓 當時我和同事總結 就是委託協議模式 不要再用了 但當時已經用了兩個項目 就是高鐵和沙中線 當時我去立法會 立法會有一個專責委員會 去調查這件事 一個沒有存在權的專責委員會 當時我公開說過 我說我不主張再用這個模式 如果以後再建鐵路 就用傳統做法 就是由港鐵去建 政府去填分領的 建好之後港鐵擁有 它去營運 它是有最大的經濟誘因 盡量成本控制 就是各樣的 還有這個教訓 令我後來 當我們推三炮的時候 我亦都給很清楚的指示 給基管局 說大家要吸取高鐵教訓 在成本控制 一定要做得最好 還有盡可能在規劃上做好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超資出現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一改圖就超資了 一改圖 成建商就claim你了 所以盡量不要亂去做比較穩妥的規劃 至於港鐵公司在它這兩項目裡面出現的問題 我是覺得這樣的 如果港鐵公司它整體的工程項目管理制度 是出現一個不足的 有缺陷的 其實高鐵事件之後 因為高鐵事件 第一 有當時夏靖雲法官的獨立調裁委員會 有報告 當時是批評港鐵 編導長不敢 第二 港鐵董事局自己都找了顧問 自己都有董事局的獨立委員會去調查過 也都請了外面的專家 美國專家、英國專家給意見 哪些應該要改善 這些改善它不會只是針對一個項目 一定是全系統的 如果你說它的制度是有很嚴重的缺陷 那為什麼只是沙中線出現呢? 它都起其他鐵路的 以前南港都線 為什麼又不見到又爆呢?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們未必充分掌握 所以應該等到現在的獨立調裁委員會再提提 至於港鐵是否獨立王國呢? 我本書有一張專講港鐵公司 我不是講港鐵公司 整個港鐵公司 它的問題呢 今天你實事求是 它是壟斷者 為什麼呢? 兩鐵合併之後 它是唯一去營運香港的鐵路 只有一個 還有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的政府和港鐵公司簽訂了一個營運協議 差不多 凡是新項目都可以被港鐵做的 除非港鐵說我不肯做 過去都有人說 你不要讓港鐵做了 你在國際找其他營運鐵路機構做 但我可以跟大家講 在全球這個層面 香港港鐵公司 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知名 亦都被視為比較穩陣的一個營運者 即是說你其他國際上其他 有誰能及到港鐵呢? 它已經在世界上被視為頂尖 在很多其他國家 英國很多都突然叫港鐵來 你投我的項目 你在香港做得這麼好 所以你說找外面的營辦者 是否真的很有效呢? 我不敢講 不過怎樣都好 2007年港鐵合併之後 的確實事求是 港鐵公司就是一個monopoly 就是一個勞電機構 但是還有一個複雜性在哪裏呢? 這個我這本書都有點認爲 當年的思考有問題 就是港鐵上市 上市之後 就算政府是大股東 你很多東西凌駕不到小股東 一去到財政、利益、經濟利益 是不能凌駕成股東的 香港的上市條例要保障小股東 當然小股東就不是你和我拿著幾瘦的 就是那些憤怒 那些機格投資者 他們眼中真是多得生意 所以就有利益衝突 因為政府我們雖然是大股東 但是我們除了是投資者 同時都是監管者 也都是服務標準的守護者 所以政府不會只追求派息 所以今天如果港鐵公司 就是它經常提醒自己 其實我是帶有一個公共目的的 因為我做局長的時候 我經常提港鐵 你不要跟我說 跟其他上市公司比較 你不是一般的上市公司 你是一個由政府成立 為了公共目的而成立的公司 當年為什麼上市 現在追不回了 當年合併也追不回了 現在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就造成很多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突破不了的困難 你譬如說那個票價調整機制 為什麼一定要加呢 港鐵公司 即是它未曾有這個新的機制 之前 當時它做票價自主權 Fair Autonomy 由地鐵年代已經有了 但你看回歷史 過去它不是連加的 雖然它自主其 政府 即是它不用管政府 它自己決定加不加 但它不需要連加 有些時候它看過 不加比加好些 就加了 但現在就不是了 即是直接驅動方案 按照方案 就要做些事情 你不做些小股東就吵你了 一條方案 也是07年 在一個營運協議裡面 包括在內的 而當時也是小股東大會通局 為什麼我說小股東大會呢 因為政府是牽涉方 政府作為大股東 不可以參與投票 所以有很多是以前做下來的 你已經在這個現實框架裡面 你只能夠盡量 找些其他添加的東西 去舒緩一下情況 所以現在希望廣鐵 它繼續是很意識到 它是一間公共目的的公司 但這樣的時候當然 港鐵管理層 它夾在兩個主人中間 政府工作的大股東 另外小股東 機構投資者 它不理得你 我現在是按照這本上市公司 我希望你賺到錢就派息 你應該要賺錢的 沒有理由錢都不賺的 它夾在兩個中間 所以管理層 它都要意識它是一個代表 就是知道一間公司 它的目的是什麼 無謀初衷 不如轉一轉 跟我們講一下房屋 你要在那裡 我想問一下 填開是否一定會做的方法 那不是的話 你自己有什麼意義 其實沒有一個方法 應該有幾個方法可以用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面對房屋問題 既有即時不夠的問題 也都說你要有一個land bank 因為根據我做長冊的時候 我們做的分析就是 香港每十年 就需要多一個沙田新市鎮 這個規定 那就是三十年 就是講一個世代 需要三個沙田新市鎮 你可以知道 變成你不可以只靠短期 長期措施是救不了短期的 你填海是救不了短期的 短期就是未來十年 你需要不斷 每年都要起 那些填海什麼都好 都幫不了的 但是你不填海 不做長期措施 你完了短期的一些之後 你就無以為計了 所以長短腳的措施都要用 短期的沒有其他方法的 當然是土地用途改變 改革用途 那些GIC地 增加密度 增加高度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短期 我們不是說在新發展區 或者田海其他 至於說中長期什麼 有幾個方法都要用的 第一發展棕地 一定是 但是發展棕地 在上海政府 已經定為了 是既有的一個措施 不過發展棕地 就不是說現在的棕地限制 棕地上面有作業的 還有不是所有棕地是政府官地 有些棕地是私人地 不過它都是棕地的意思 它有些用途 比如它有些晚上拍貨櫃車 它做汽車維修 它做環保再造業等等的東西 它裏面都有工人 不是沒有的 它一樣是不知不察的 於是它都要你賠償 要安置 那你就要同時想好 棕地 如果你要收回 或者怎樣 安置那些作業 有些作業 你會說你職業作業 我不用理你 你補償算 有些不是的 社會需要的 那你就要想辦法安置它 那這些需要有個好的規劃 就可以做到 但是就算用棕地都不夠 於是大型的發展區是要做的 即是我們俗稱新的東北 龍水橋 這些都要做的 你不做就不行 還有就是填海 填海 如果在香港過去的新市鎮發展歷史 是很常用的方法 沙田、昭君澳全部填海的 我有時跟年輕人說 他們反發展反填海 你現在住在哪裏 你那裏就填回來 如果不是就沒有屋住了 即是很坦白 當然填海我們有保育 所以要做好的保育 但是填海是有很多地方用的 新加坡四分之一是填海填回來的 香港現在過去我們不填海 是沒有金利的香港的 我們很多地方 比如機場島都填回來 很多島都填回來的 但是填海也不是那麼簡單 填海你需要有交通機器 你現在越填越遠的 所以你同時要規劃交通機件 配合到填海 同樣你發展大型的新發展區 一樣需要交通機件 所以那些是需要時間的 有些地方 如果你拿回地方 不是馬上可以住人的 譬如當時橫質分紀期 其中有一些 近元朗公主村 地本身不可以即興建屋 你做decontamination 可能受到污染 因為那裡的作業 所以通常填海 或大氣的發展 動不動十多年 所以那些全部救不到 未來十年 常見房屋策略 每一個十年周期去看 它全部幫不到 但也要做 市長說 長策會是投票六四比 現在仰要運用 仰要七三 其實可不覺得房屋討論 好像來來去去 只有港幣呢 就是這樣的 正如我當時 最初我們上一屆政府提出 六四支比 其實六四支比是沒有科學的 它不是跟著科學 沒有科學根據 但帶出一個很清楚的政策訊息 就是公營房屋是會佔多 其實最早我本書有少交代 最初我其實想勇些 我想用公營房屋優先 這樣就怕太勇 就是這個訊息 因為當時我們還要按私樓市場 為什麼呢 那樓市很怪的 這個就是現實 租管一樣是面對現實 就是你宣佈某些事 你打算做些事 那個市場很敏感 你今一刻宣佈下一個小時 已經變化著 但你要譬如你說 我將來的地 我盡量給公營這樣說 你說計數 你將來公營也有單位給你的 你就不要買樓住 等到五年後 六年後就買公營房屋 就是概念上 總體 aggregate是沒有的 但不是這樣 你要擺入時間 那個dimension 就是說你總體公營增加 是幾年後增加 不過延刻呢 市場的訊息就是 撕樓地不好 現在政府說不要 好少也減少了 那樓價就上了 市場是很敏感的 即是同樣是租管 我也同一段分析 我都未去到提交法案 因為租管不能用negative rating 一定要三讀通過 那我說 我都未去到一個階段 我是研究而已 或者打算這樣做 市場已經變化著了 那些業主已經選客 那些業主已經是第一次叫中國家租 即是說真是美見其利才鮮夢其害 將來你的法案通不通得到 未知 我已經輸了 那些人已經叫苦連天了 那這個就是你做政策制定的時候 即是你要考慮時間這個因素 那所以 沒有所謂的三七 六四 哪個好一點 你看實際情況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 如果你說慢慢增加多些的 比公營是可以的 要很小心策略 我在本書裡面我都說 我也曾經在一個階段 我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都要求 是將一些屬地 原本是給私樓的 不如給居屋 那樣就蓋了 但是這樣要好好地去處理 就是市場 如何去解讀這件事 因為市場可以很敏感 很快地解讀 所以你說三七號 六四號這些 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科學標準 應該當時不是科學計出來的 六四就是告訴別人 我是六成 六成 四成比 都多50% 即是說 我會多些地去拔作這個公營 不過當時唯一我覺得 美足不足是怎樣 因為總體公營不夠 其實如果總體公營不夠 應該就是私樓又不夠 公家又不夠 才比較公道些 但是當時私樓夠 公家不夠 如果應該是大家都不夠 應該大家都爭點好些 那些鐵路不應該用委託協議的方式去做 是因為政府要監管港鐵的工作比較困難 還是 這樣 我認為不應該 就是 因為如果用委託協議 港鐵的角色 就只是一個項目的管理者 但如果不是 就是 已經開始埋團給他 我一給你一條鐵路 你擁有的了 你建好就是你的了 你越快建好就越快回管 越快營運 那我覺得經濟誘因會強些 因為如果不是的時候 他就幫政府起而已 我起完之後就交一條鐵路給政府 然後政府再委託我去營運你鐵路 那我覺得兩者比較可能是一個ownership 就是擁有權的模式會比較提供的經濟誘因會好些 教授 我想問一下 之前林鄭說過 運房局的工匠態度很重 那如果你一個前任局長的身份 你怎樣去看這番說話 是很重的 我同意 應該要分開嗎 你覺得是不是 本來應該是分開的 我上前以為可以分開 因為當時CY找我不是打算做運房 他打算當時有個政府改租計劃 當中包括將運房局打散 發展局打開 於是房屋就會跟地政規劃擺在一個局 當時他找我負責房屋規劃地政局 所以我打算當時做了土地的問題 而運輸就會跟一些政府其他的工程 Works就放在一起 原本是這樣 如果我經過了幾年 和知道實際上牽涉的工作機 我其實覺得 如果到今天去講這個問題 房屋肯定 我覺得一定是跟土地規劃擺在一起 實際上在2007之前 當孫榮陽做局長的時候 他是房屋規劃地政在一起 這個比較正常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放在一起 當然土地供應不只是為了房屋 但是房屋是大戶來的 至於運輸 其實我覺得運輸一番很大 其實就不需要再拼其他了 運輸獨立的局 以往是試過的 那時候吳明輝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他去局長的時候 運輸有局 因為運輸很多 陸海空 海運 空運 不只是機建 譬如我做局長的時候 除了三砲這些機建 或者機場的營運 當時我們推航空的融資業發展 即那些飛機租入融資業 那些我都做了 那時候我還跟莊珍說 不如我們去局去推 我們推了服務 那時候空運學院那些都做了 海運一樣 海運不只是做碼頭 只做碼頭不夠做 如果不在香港 要做很多其他服務業 如果是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運輸應該是獨立的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剛剛都說到 在任的時候爭議很大 其實現在想回頭 有沒有後悔過做職位呢 或者會不會是開心多過甚麼呢 其實想回頭 在任期間的感受是怎樣 我的人生的哲學就是 You never have to say sorry 意思是說 當你決定做與不做那一刻 你說我決定做 當時你都盤算過的 你都有一些得失的計算 可能答應了之後 或者真的做在這個位置 不過實際上不是的 低估了一個難度也好 或者低估了一個複雜性 那這些你就當人生挑戰 我覺得這樣 你說做局長期間的感受 應該這樣說 好像我最後都說過 日後都打仗 花的時間很多 就是文書都很多 比如很多 有幾個局 我、高永文一些 就是當時 參與立法會過禮拜都問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計算 看oral question 就已經覺得很幸運 但問題很多 第一 工務員同事都花很多時間 去準備答案 所有答案經局長 所以我星期六、星期日 就是負責去清答案的 要改 不可以 當時再補資料 如果要考頭質詢 你知道最容易 那半個小時 最佳問題 那你的局長一定是要掌握的 你不可以 沒有稿毒 一定是要掌握的 充分要掌握 但我們覺得這樣 其實對問責局長來說 最大的挑戰 在現實上 就是應付議會 英國議會的傳統都是這樣 question time 其他 如果你能夠應付到 意思就是 你是掌握到局面 這也是你工作的滿足感 還有我剛才說過 我們很多困難 有時寸步難行 建屋那些 但有時寸步難行之下 你能夠走到一點 也會覺得滿足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所以作為一個挑戰 它有它的滿足感 當然覺得那件事有時難度很高 還有始終如果當時我入政府 打算在房屋 希望做到些事 實際上做到的 和我原本想做的 是相差距離的 實際上太多的製造 有些項目你不猜到 有人會拖你 就是拖你 以前立法會的江湖規矩是這樣的 因為建公屋 公屋就不用立法會批錢 防禦會獨立的財政 防禦會出錢不起 不需要去立法會的邏輯 但是大型的公共項目 一定牽涉到一些政府出資的基建 或者其他社會設善 建個回堂也好 或者確保功勞 那你就要去立法會拿錢 那有時呢 為何那些設施這麼重要呢 因為有些是拿成規批准 即改劃用途 拿成規批准其中的條件 成規批准我給你這樣改 不過你一定要有這些設施 要滿足地區的需要 如果這些設施未準備好 就不會入貨的 所以就一定要盡量爭取有些設施 本來這些設施的錢不是很多的 即是一億幾千萬 很收稅的 用大型的基建來看 以前去立法會沒有人阻礙的 在事務委員會 在Panel 那個冷行大家同意了 其實大家沒有人同意 因為建公屋嘛 即是大個天的 去拿錢公務小組財委會 一定是很順利的 現在不是這幾年不是的 那我在裏面有經典的案例 就是大埔第九區合作瓦路 加上七千多個單位 在公務小組拖了三個月 如果不是當時是盧偉國 都是要投票了 沒辦法了 還可以再拖的 因為有幾位議員很喜歡問問題 不斷叫你給報告 給報告一定 我當時沒有公開這麼說 如果我在公務員同事給我 我不斷給同事給報告 我都可以拖幾個月 但這不是主事的應有態度 即是每一層都要信任 拖是很容易的 拖一些東西 任何問題都可以拖你幾個月 那些人不斷等 那些議員不是台白人隊等公屋的 就很焦急 早幾個月上樓便更好些 但這裏拖就一直這樣拖 所以當時我們有些項目 為何是原本說十年裏面 來近五年或來近十年 原本包在裏面 最後都包不了 因為又過了秒 那就是frustration 那你剛才講到 其實入政府之前都想做些事 但下落後一些因素做不夠 可你講到什麼 你入政府之前有什麼恐怖 遇到什麼困難 我入政府的時候 當時好像剛才說 年半司委找我進去做房屋 兼土地 那是對的 因為房屋我是有興趣的 我自己在九十年度開始做房委會 所以去年我離開政府 在房委會大會 我識別的發言 我有一些報紙都引順 我說我身體留著一些公屋的DNA 公營房屋DNA 因為我住在公營房屋 都判施犯一世紀了 早期的房委會 差不多每次開會都去收信 被人圍 我記得有一次長毛遞訊 收信都試過 我自己是pro public housing 我在我本書有交代 應該在房屋那裡 我就說我是其中一個最早 當時有多幾個 鼓吹復健居屋 當時說復健居屋 應該是08、09的時候 社會上坊間還說 你不要搞居屋 你這樣拖樓 弄跨樓市 我就指出這個謀論 我當時在保障 有發表文章分析 為何不會拖垮樓市 當時都去到1011左右 已經知道境外擴賣是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我也主張要限制境外擴賣 所以這些辣椒 當然辣椒不是很多人集體創作 有很多人集體創作 有幾個人集體創作 大事之外 我個人對房屋看法 我有看法的 我長期覺得 香港的房屋問題 應該是供應房屋為主導 但奈何在殖民地年代 不是這樣看的 你去到現在這個臨界點 有些人說 我們先去到新加坡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容易去到新加坡 因為今天 我們施樓已經百分之五十幾 公營房屋是46左右 就是佔備 如果你說我要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公營房屋是80% 已經跌了一點點 現在都80% 從46到80% 你數學上計一計 需要多長時間 還有需要這段時間 你不斷地給地給公營 不可以給私樓 這樣可以做 是不可以的 你私樓那裏倒閉了 你的市場會有反應 所以就是說 你要走新加坡條路 不是講那麼簡單的 你面對現實的限制 但你說慢慢逐步走 行不行 又不行 一定不行 那我在一本書裏 我就有介紹 說用內地 內地在80年代 開始講房改 因為以前的單位 全部是住房單位供應 開始商品化講房改 80年代而已 80年代後期開始講房改 到今天 只是30年左右 已經全個房屋市場 用面貌改了 意思是不行 慢慢來 我用個術語叫做 漸變到量變 量變到側變 是可以的 你給10年時間慢慢做就行 不過你就不可以急於求成 就希望我在三年內 在五年內 就會這樣改 是無法改的 這個是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也是 Path Dependence 也是很多政策 避不到的一個現實 是一個現實 剛才說橫州是冤岸 我覺得橫州是冤岸 就是當時被人無限上綱 因為原本是一個很正常的項目 正常項目是怎樣呢 你發展一個大型的公營房項目 為什麼要分幾期呢 這個就是慣常 政府部門都是這樣的 先而後難 還有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第一期早些動工 就早些進入到我們未來十年的規限裏面 為什麼第一期可以早些動工呢 因為牽涉複雜性少些 當然要收地 到處都要收地 什麼地都要收 但它會少些 那些污染的問題 環境問題會少些 需要處理 不用這麼長時間 純粹是這樣的操作 所以當時政府部門 當時房屋處向我回報 就說局長 我們這些部門談過了 我們建議分三期 先做第一期 那我現在正路 我就同意了 在三司會回報給特首支 沒有人反對 那就照做了 好了 部門操作 就要摸底的 摸底就是江湖規矩來的 現在凡是做個區議員 已經致熱 所有政黨知道要摸底 為什麼呢 不摸底是不可以上大會的 不可以上區議會議程 摸底英文叫touch base touch base是什麼問題 就是你說 我了解你的看法 如果你有嚴重的意見 我盡量去照顧你的意見 地區意見 摸底有規矩的 要跟哪些人摸底 民政署有規定 什麼我摸底 骨灰鎮又要摸底 什麼都是 圖書館都要摸底 是一個正常的操作 底下去摸底 摸底不一定有會議記錄 但是他會有內部的文書 可能有E-mail 就告訴老闆 我今天跟哪個議員談過 他都幾支持我 或者他不支持 就是這樣 他不會正式的 而當時我出來說 就說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會議記錄 有沒有記錄 我同時檢查 是這樣說的 就被人說到沒有記錄 我都未去到這個階段 我未知 試著檢查出來 真的沒有記錄 沒有E-mail 這樣說回 見過哪個人 甚至我不是只見鄉市 有兩個民主派議員 見黃偉賢家 鄺俊宇 當時他們兩位還說 局長冤枉 我們沒有 我說記錄有 你想想想我把記錄出來 但見不是問題 所有地方諮詢都是這樣 本來就這麼正常一個項目 但為何會炒到官商香黑 炒到特首要下指令 就說 原本萬七個就變成四千個 等等 所以我覺得對當時負責 做這項目的公務員 不同部門 房屋處、規劃處、其他處 非常不公道 就好像有個陰謀 沒有陰謀的 正常操作 所以我在那一章 我結尾就這樣說 教訓是甚麼呢 就說 躺在那裡都中槍的 但沒辦法了 你的政治現實是這樣 所以只能夠提公務員 提我們做政府工作的同事 就這樣 總之大家戰戰兢兢 記錄齊全 充分交代 不向惡勢力低頭 不論惡勢力 是個政治光譜哪一邊的 我想問那個restructure 你說你入政府的時候 其實是想著 政府應該會restructure 那時候有甚麼的挑戰 做不出 而這屆政府會不會都… 因為那時候立法會會拉布 面對同一個局面呢 如果這屆政府需要做這個restructure 你覺得你應該需要… 因為當時是這樣的 CY想推改組 其實每一屆政府之前都推改組 政權第二屆之前都推改組 就是07年前 它就在那三個月很短的時間去完成改組 因為改組牽涉到收回法例 因為很多的名字、權力、職權立分 都在法律裡面 你修改了那些法律 但是香港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寫在法律裡面 所以你要改組 不像其他國家那麼簡單 英國改組一轉政府就改了 我們不可以這麼簡單 好了 那CY他三月當選 改組 政官都說改組 那就提條法案了 但是當時立法會已經拉進步了 因為有其他的問題拉進步 財政議案拉進步 其他一些 那不知會不會有些人看 認為CY的標籤 不如拉久一點 其他人拉久一點 那麼到六月… 六月頭、六月中到 看怕都趕不了過 因為中央政府要任命 那就是按照當時的體制任命 所以我們到我們 要被任命的時候就沒辦法了 做自然運防 就是差不多這樣 那時候我還記得 在我第一天上班 7月2號上班 同一同事開會 同運輸那邊同事開會 我還說大家知道 我正在看工作 遲下改組 希望改組完成 我正在看著 我幫麥邪光看著你們 唯有這樣 當時以為很快可以改組 但一到新政府開局 你知道開局這麼惡劣 整個正義環境改變了 還有立法會在九月改選 當然一改選之後 一樣是扭軟的 所以當時CY決定不要再搞改組了 後來再加多一段時間 才再講創傷科技局 將它單一這件事拿出去 所以沒有辦法了 政治現實就是這樣 那這界政府有幾分呢 你去做這個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又需要覺得這界政府 因為本來你很坦白 我當時一二年 我接受這個邀請 聽回當時的封 都沒有人說 將運輸房屋放在一起 是不好的 沒有人說不好的 當然當時針對針對針 這件事 成局改組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的 改組先天洩的一些內容 但是如果你問我 當然我覺得 是有運防國的態度 是應該要改的 是應該要改的 剛才說廣言不要再用委託協議 那你就說經濟要因 不會超支 不會延伍 但是對於現在沙東市的工程問題 其實委不委託它都好 也會發生 那有些什麼可以做到 可以加強工程上的問題 也只是超支和延伍 就是這樣 第一要看現在的聲稱的問題 它的實際嚴重性 是不是好像聲稱那樣 為什麼呢 任何工程 因為它牽涉到 第一 就是有幾手的成建的單位 第二 很坦白 有時工人的質素 未必完全是位置很高的 因為工人不夠 可能有些工人未必有這麼好的訓練 有時會不會是前線工人 就是漏了一些東西 有時可能是某一個階段的成建 就是二半三半 就是他們疏忽等等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也都要視乎那些疏忽 是一個致命性的疏忽 或者不是致命性 那是有分別的 致命性就是有結構上安全 有其他一些 有些可能未必是這樣的 好了 發現 是不是很早發現 發現之後 有沒有已經改正了 改正的意思就是 令到它由一個 原本不是那麼理想 或者不安全的變為 已經安全保留了 做了 做了 要看回具體情況 你說工程裡面 完全沒有這些問題發生過 我不是說現在的沙中線 總之任何問題發生過的工程 真的沒有什麼 你家裡找人裝修 你都發佈的時候很多問題 有問題本身不是一個大問題 正常的 不過就是你是不是及早發現 這些問題是否嚴重性 致命性的問題 還是不是致命性的問題 這個很大的區別 還有有沒有反映到制度上的問題 上是人為的疏忽 因為制度上你會有一個盲點 被人利用了 這些全部都是要經過檢討去檢查 沙中線很坦白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最新點 所以我不適宜去妄下判議 我想不少三五三五個 公司的合作 公司的合作 從拖地出現後 證明了現在反映有輕量做一些東西 但我記得在書上講 其實上一屆 已經是通胞洞了 不同的分別的發展局 但你也指出很多的担心 最後做到的 你自己以为是否其实做不到, 当时我是想做的, 因为当时我说法是unlock the land, 即将发展商手上的地释放出来, 因为地都有价值,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虽然地都是真的一万人买回来的, 但如果拿着地用不了, 对于整个社会就比较最好的, 那怎样unlock它呢? 那unlock,即是释放这些地, 你一定要有一个win-win的安排才行的, 因为它就抓住地不放出来,对吧? 但是你从前政府来说, 你怎样win-win都好, 都要确保公家利益是能够维护的, 所以我在本书里面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讲到原本打算unlock, 就是拿来做一些所谓混合发展的项目, 是可以的,有供应的部分,有私购的部分, 但是当然这样也有产生一些其他问题的, 但是混合发展在其他国家是用的, 在英国,在澳洲都用的, 甚至有些时候是怎样呢? 我买地的时候已经用混合发展, 即是我规定, 你买我的福地, 这个项目, 你一定要给多少%拿出来供应的, 也有的, 香港比较少, 香港的市场, 过去的看法不是这样, 但是当时, 好像我官书有讲到, 当部门去谈的时候, 说它和发展局一起谈的时候, 其中一个顾虑就是说, 怎样回避被人觉得你是官商这样的, 有时你unlock它, 因为你要建房屋的时候, 是否要有基建, 你没有基建建不了屋的, 基建,道路,排污, 很多其他东西, 你要从事做的, 那些不一定是发展商自己肯做的, 那你和它达成什么安排, 而又不会被人觉得你是输送利益, 这就要小心去做, 当时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说绝对不行, 但这个就是当时的关注, 但是在早期谈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们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首要要处理的问题, 因为我其他很多东西都要做的, 所以就放开了, 没有再去跟进, 不解而已, 你说是不是想不到呢, 想不通呢, 很难这么说, 但意思就是, 这件事就不是说, 以前没有想过的。 有时想问你本书都讲过两次, 其实有考虑过前职, 那其实上个星期, 立法会就通过了, 无约续力动, 就想陈凡下台了, 那你觉得其实发生了沙中事之后, 你觉得陈凡会不会都可能有需要问责下台? 我就不评论, 不评论现在政府, 不评论, 那如果刚才讲到, 你会想地铁用回之前的合作模式, 那可能政府去Funding gap, 但其实你之前也有提过, 其实不建议再给地铁站上改造, 让它给港铁去发展, 那你会觉得那个Funding gap的做法可以是怎样去做? 就要给现金了, 它有没有Funding gap呢? 就视乎那条铁路, 港铁公司它是一个商业上谨慎的机构, 它计算究竟回报是否达止合理水平, 如果是, 那就不会有Funding gap的, 如果不是, 就有Funding gap了, 那政府就要填補Funding gap, 那港铁它才肯做, 它才觉得是对它公道, 就是跟公司那样, 那如果你要给钱, 当然这样, 有分别的, 在政府来说, 如果给现金去填Funding gap, 即是立法会拿钱, 那就要经立法会的程序, 如果你说我不是给现金的, 我是给土地发展权的, 那就不用经立法会, 所以以前的政府, 为什么曾经很长时间, 不用Cash, 第一, 不用增一百元拿出来, 给你发展, 第二, 程序上可能简单一点, 不过经过了高铁事件的教训, 我不评论沙总线,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最新的状况, 所以不识意讲太多, 但高铁事件给我很深刻, 就是觉得, 怎样都好, 建新铁路, 新铁路我们要建的, 不过, 无谓再搞委堂协议这种方法, 简单一点, 或者辞职, 我补充一句, 问责制官员, 因为政治任命, 他跟那些职业的公务员是不同的, 所以就有政治的需要的时候, 或者承担政治责任, 有些时候是可以辞职的, 等于英国这两天脱欧, 两个外相家, 脱欧大臣都辞职, 不过他不是承担责任, 他意思是用Boris Johnson, 前外相讲, 他在内国同意了东西, 他用英文说法, You have to sing a song, 他说, 我试下, 礼拜五同意了怎么 sing a song, 我自己试下, 用那些字眼, 他说, stuck in my throat, 即是说不出来, 即是他不可以去defend到, 有时政治责任, 有时包括这些, 即是政治, 你肯不肯去,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 又不是动不动就要辞职, 应该是十四何时去讲, 动不动, 什么都要辞职的时候, 就没人肯做事了, 是吧, 还有你怎么去draw the line, 一定是很严重的事, 你不应该说, 任何小事都是辞职的, 也不应该这样, 所以辞职是一个严肃的事, 不是随便讲, 随便讲一首, 你一随便讲最后就是先例, 那以后, 凡是去到这样的情况, 就要辞职, 那你整个团队怎么维持, 所以都不应该去濫用的, 是, 刚才你讲到AA要吸取教训, 在三派那里, 其实会不会你都看到有些妙头, 是可以从入网, 那时又不是这样, 还未开工那时, 但我们知道经过了高跌事件, 所有的基建, 我们都要吸取高跌事件的教训, 其实基管局, 所以它对成本控制是很着紧的, 当时我在董事局都是经常提这件事, 还有提点不要那么多发考事件, 总之是fit for purpose, 这个也是当时特首要求他们的, 其实你都提到领会要吸取大教训, 领会展, 其实港铁是上市公司的问答, 其实你觉得以后任何这些公共事业, 是否应该再承纳一些自任公司的管理? 要视乎那个事业的性质, 我自己这样看的, 港铁是我们公交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公交就是负责我们九成的将来人设, 在九成里面, 港铁都有一半到的了, 或者应该这么说, 在公交里面它占比是四成, 将来会四成多些, 那么大分量呢, 这间公司如果不是, 假设跟政府无关的, 完全是私人公司的, 又垄断呢, 这个未必是最好的安排, 要有竞争才行的, 如果你问我呢, 我就觉得, 香港将一些公司私有化, 将政府的企业私有化, 和其他国家过去曾经做过私有化是不同的, 譬如英国, 英国, 英国, 它私有化当年是为什么私有化呢? 第一, 它作为国企经营失效, 它就认为私有化才改善它的营运, 一遍可以说要买个Family Silver, 要套现那些, 香港, 如果你看回以前的地铁公司, 一路去由70年代后期成立, 一路去到90年代2000年, 其实它营运一直都是很好的, 它那盆帐很漂亮的, 除了早年它要还债之外, 它其实那盆帐很漂亮, 它营运没有问题, 没有人觉得, 它公司因为它百分之百, 政府有用, 它营运很差, 不是这样, 同样, 基本局百分之百是政府拥有, 存资拥有, 不等于经过的营运差, 因为它根据法例, 它要按商业的审慎理财的原则来, 商业的审慎理财来的营运, 所以, 没有这方面, 为了要改善的管理, 而私有化这个由因, 所以, 跟西方一些国家的私有化, 是不很必要的, 是相提并论, 即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第一, 它对公共的利益的影响, 实在太大了, 因为公交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但它的确是垄断者, 因为没有其他竞争者, 当然, 我们不同的商行模式之间都有竞争, 即港铁和大巴, 就是这样的, 但又有铁路, 它没有竞争的了, 它是上市公司, 于是又受困于上市公司很多限制, 很多市民以为, 政府你是大股东, 那你说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的, 上市公司不是这样操作的, 我作为政府董事, 如果当然, 所有政府官员作为董事, 其实我们都要确保, 那个公司的利益是受保障的, 公司利益不是政府利益, 因为它有它的要求, 公司法对那些公司的董事有它的要求, 所以, 即是说, 在这样的限制底下, 是一定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那大办法了, 你已经去到这个阶段了, 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也是一个垄断的上市公司, 唯一就是说, 希望港铁公司, 它的目默初衷, 政府要看实它, 所以当时我都是经常提点自己和我的同事, 要确保, 不要让港铁公司是异化, 要时刻要留置到自己是什么背景地下成立, 但是, 机械投资者未必这么看的, 但是, 你刚才也说, 上市之后有那么多问题, 还有领展都经常被人说, 有很多问题, 是否就不应该有些什么公共事业, 这些如果是那么断式的公共事业, 就不应该再去做上市? 当然, 如果真的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要去看看我们现在讲的哪个机构, 你譬如我用机管局为例, 机管局它仍是政府百分之百的机构, 它是一个运输交通方面很重要, 也有战略性的一个机构, 那我就不赞成机管局上市, 无论局部或者传部, 私有法, 我都不赞成。 你可不可以讲到少许, 为什么说, 以后, 田区分丁接入, 不再被上市的发展权, 直接给钱, 除了, 是说, 因为之前不想, 而国内博会程序, 所以被发展权限制, 但是, 为什么现在不再做一个正值给钱? 因为我觉得, 当港铁是百分之百政府拥有, 它其实是政府一部分来的, 你可以这么说, 它有任何利益都仍然是政府的, 但如果它已经是上市公司, 它有它的所谓小股东, 或者基础投资者, 主要是基础投资者, 即是说, 任何的利益, 其实呢, 是在益这些小股东的, 那个, 就是, 用上市的发展, 来到去, 填这个funding gap, 因为它都要保地价的, 那本书都有介绍过, 它保地价的依据呢, 就是一个所谓green field only, 即是以那个地方, 假设它没有揭露之前的地价, 那就是保地价, 所以其实呢, 这个是比较, 应该这么说, 是一个很generous的保地价, 那当然, 港铁它有风险, 它不是没有风险的, 如果它保了地价之后, 假设它楼市跌, 大为房地产跌, 那它不会承受风险呢, 不过, 当然,在过去这十几年, 市场都是慢慢上升, 所以它就, 又多了一些得益, 房地产方面, 所以, 我觉得, 如果政府是要确保, 没有利益输送, 那总之, 有上个发展权, 就是公开招标, 港铁一样可以投标的, 其他的发展商也都可以投标的, 就是等于现在西九站, 西九站是没有上个发展权比港铁的, 就是将来建好高铁之后, 西九站就可以公开招标的, 就是比较fair些, 大家都觉得, 有更多的问题, 有更多的问题, 我刚才说到公私人合作, 我刚才说到公私人合作, 就是你们, 在任务内讨论过公私人合作, 但是最后就过去了, 因为有更多的问题, 没有再谈下去, 其实现在方家, 大家都, 真的不许出点观想有结, 建议用, 徒收收地, 可以回来发展, 刚刚你又说到一定会有些诱因, 即是快点消息会肯拿土地出来, 给你根本做的物色发展, 如果用土收利用是否有可取的方法呢? 收回土地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考虑, 但当然前提是公共利益, 为了公共收回土地, 因为基本法是保障私产权, 但就不等于土地是不能收回的, 法力有机制, 但通常收回是为了公共利益, 譬如我要起道路, 要有公共利益, 我建公屋我相信都可以符合公共利益, 那就可以收回, 你就可以提出收回, 不如提出收回, 如果我不想被你收回, 那我就跟你打官司, 那便随便复合, 都可以的, 那便会有个不明确性, 但作为一个手段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 如果是讲到司法覆核, 今时今日不是只是某些团体用的, 个个都可以用的, 发电商都可以用司法覆核的, 好, 教授想问, 刚才有提到, 在任期间, 楼市是曾经跌过一成, 亦是这样的, 但是看回, 其实, 林郑可能上近一年, 媒体都有报道, 其实楼价反而是升约了一成左右, 那你会不会觉得, 有什么原因是有这个现象发生的? 很难孤立来看的, 你如果对楼价的上落, 要比较所谓, 稍微客观一点, 你问回, 在同期, 其他大城市是怎样, 可能, 因为我总的分析就是, 包括香港在内, 所有这些成为国际资金, 所忠诚的, 在房地产方面, 所忠诚的这些城市, 其实都是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为QE付出代价, 为什么呢? 因为2009年金融危机, 就是全球金融开市之后, 西方经济体由美国带头, 就是用量化宽松来斗市, 俗称上的银子, 非常之宽松的信贷, 来到去救市, 既然是一个非常丰鬆的信贷, 因为信贷多了, 第二, 超低利率, 那些钱没人去, 那你都可以想起自己了, 你手上就收钱, 你放股市, 放回市都有风险, 比较多人就不如放砖头了, 反正有风险, 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个对投资房地产, 不只是外来投资的, 你本地的, 香港本地的投资都非常之刚性, 所以这样造成了楼价, 它有承托力, 因为需求在那里, 而香港面对的问题就是, 供应的确是落后于需求, 大家都看到, 所以在楼市的管理上, 你一定要扭转什么? 你扭转预期, 因为楼市, 我们已经上了接近十年了, 因为由0809开始慢慢上升, 到现在都接近十年了, 那对任何人去买楼, 他就要问, 我究竟是水尾买呢?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水尾呢? 因为未到呢? 那你对后市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说, 我看死都未到绝的, 还有牌子的, 那就不会入市了, 又或者, 如果那些人认为, 其实政府没有招的了, 所以就只能够逼着买, 那预期就会再上了, 所以在任何楼市的处理, 一定要控制预期, 我上届政府呢, 就是有时就是, 总之我要显示给市场, 不知市场是谁, 显示给市场听, 你动我就动了, 就是这样, 总之我不会招手给你滑行, 但当然, 任何政府, 你要跟一个市场, 一个疯癫的市场去角力, 政府不容易赢的, 因为市场力量上太大了, 市场好像风流那样, 你不容易去顺服你, 不过如果政府, 一开始就不敢动它, 市场就更会瘋了, 所以当中的角力, 是很多不确切性的, 政府只能够逐步逐步行, 还有呢, 总之显示给市场知道, 你不要低估政府的决心, 政府会继续做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过去年楼市上, 那究竟是怎样呢, 我觉得看大围, 就是全球其他城市, 就比较中眼点, 那刚才讲到政府无招了, 其实之前林郑推出了些, 不是我不是说政府无招, 政府不可以让人觉得无招, 但是之前林郑推出了些, 所谓辣椒那样, 那方街里有些声音说, 其实实际的效能其实是不大的, 就说政府无招, 那你又觉得是不是呢? 我又不会那样武断地说, 当然我一样, 好像我开始说, 我不会评论太多, 现阶政府的举措, 不是那么多, 市场一定, 政府出什么招, 都说政府无招的了, 我们当时也经历过了, 因为市场是要说政府无招, 或者政府的招数无效, 才能够令到市场, 一般的购买者预期会上升,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地产霸权, 但地产霸权到今天香港, 已经不只是说, 就是几间发展商, 不是那么简单, 地产霸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态链的一部分, 任何人手手搭楼, 有你可能都是地产霸权的一部分, 因为你的预期, 你希望市场不要跌, 你希望怎么怎么, 是这样的, 所以, 对预期的解读, 和管理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 we are fighting perceptions, 所以政府出招, 政府认为是必要出招, 基于很多的考虑, 用不同的招数, 市场一定说, 你已经招没用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都不需要说, 一般的评论说, 没用就没用, 等于这样而已, 我一本书都引述, 有些经济学者, 我没有点名, 他说, 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你又不要搞什么纳赵, 你又不要搞什么长策, 最重要是针对高楼价, 但是他边闻就是这样, 就停止了, 那就是怎样, 那你都告诉我, 如果针对高楼价, 你做什么东西才行, 如果你那里没有空的, 总之政府这些就不要做, 以后不要做, 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且政府是不可以, 什么都不做, 这个最重要, 我不能保证政府做的, 一定是有效, 或者效果去到哪里, 你没做过不知道, 但是最恶劣的情况, 是政府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政府不做的时候, 市场就看通你了, 我就脱疆之马, 一定是这样的, 而上届政府用的, 透过印花税的调整的, 需求管理措施呢, 国际上是认可的, 我在本书里边都引述过, 2013年, 一个国际结算银行, 有一张research paper, 他就去分析, 他认为呢, 那么多经济体里边, 他针对高楼价, 就是bubble的手段, 香港所用这种方法, 是有效的, IMF, 直到2016年尾, 每年都做香港一个评估, 当时都是肯定我们的做法, 不等于我们做一跌, 流价一跌, 我时常说, 我不做的时候, 那些恶励的情况, 更严重, 我做了不等于就, 即是即刻突然倒下, 不是这样的, 但是, 和你做的时候, 力度有多强, 你都要看着看着做, 是一个很, 就是可以说, 它不是一个绝对方和, 你没有计算, 计算过之后, 就要加几百分比, 不是这样的, 有时有些感觉, 一些艺术的评估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总之就要告诉市场上, 政府不会拯紧手的, 政府不会是, 即是, 指任市场, 怎样去, 因为这样的时候, 最危险的信号, 我想问书里面, 有没有讲到, 共享单车那样东西, 是的, 那就是今天呢, 有Go Big Bike, 就将会撤出香港, 是的, 都是你任内的一个产物, 就是Go Big Bike, 是的, 共享单车那样东西, 那其实, 当时政府对共享单车的立场, 或者现在的立场是怎样的, 是否由它放任, 都不是, 我在本书有讲到, 共享单车那样东西,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全球最势, 在上届政府尾, 应该是七年初的时候, 这个Go Big Bike才来香港的, 这种共享单车, 是这一两年, 是一大城市, 主要从内地开始, 跟着去到欧洲, 澳洲, 但它出现的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它第一个竞争多, 第二就是, 在管理上, 有很多问题的, 在内地, 都很大城市, 是有寂寞连天的, 在管理上, 为什麽呢, 那些单车乱摆乱拍, 还有呢, 成本不是很高的, 单车不是很贵的, 有些平台呢, 它最终不是想经营共享单车, 它希望透过共享单车, 营造了一个牟利性之后, 就是套现的,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start-up venture, 那些东西来的, 但是竞争对手多, 所以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但是问题是这样, 我们对单车的那个管理框架, 管理呢, 就是没什麽管理的, 因为, 你譬如, 以传统的单车, 你想经营一个租单车的业务, 很简单, 你不是想要登记已经可以了, 就是这样而已, 你实物交还, 那以前就不会那麽单车, 四为摆的,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这种的共享单车平台, 这个模式之后, 出现问题就是, 维拍, 圆拍, 这些问题, 那怎麽去管理呢, 在上届我离开政府前, 当时, 立法会有辩论过一次, 我都有, 在本书里面都引述了, 我在立法会辩论这些法理, 就是认为, 这个是新现象, 所以我们不可以, 用回传统的方式, 这样去处理的, 要视乎这个新兴的行业, 它往后发展是怎样, 有必要的时候, 可能需要规管的, 以前的单车租人员是不需要规管的, 没有特别规管的, 而且它跟汽车不同, 性质不同, 譬如香港载单车, 你都没有法规定它要登记, 拿牌, 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很宽松的, 所以如果你要规管的时候, 你要想起很多东西, 还有, 如果你说要限制它, 那些, 那些车泊在哪里, 究竟你怎样限制它呢, 哪些地方可以, 哪些不可以呢, 因为香港来说, 我们公共的单车泊位, 是全开放的, 任何人都会放在车里, 那你为什么要针对它不行呢, 那很多事情要想的, 如果真的要规管, 不过当时, 我们讲17年中之前, 当时问题未严重到, 好似后来那样, 现在内地都很大问题, 所以很多时对一些新的模式, 我们要不要一双情愿, 正如Uber的问题一样, 有些人批评政府当年, 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 因为当时我们坚持一样东西, 就说你是在客取材, 一定受规管, 你不可以跟我讲, 搞些不用规管的白牌, 这个是政策底线的, 那有些人就说, 你当然是买了那些大牌主, 即是的士, 是,没错的士只有大牌主, 他手上有几百个车牌, 但是他手上有几百个车牌, 他比Uber, 当时是七百多亿美金的一个跨国企业, 即是你不要想着, 它是用新科技, 它都是在市场上略夺的, 它都是在资本市场上略夺的, 你就不会当它是一个顺情的, 它都是它的利益的, 所以很多时, 我们处理公共政策就是这样, 你就不能假设, 大家都没有利益的, 有时你处理, 你不就是回应的需要, 你同时在处理自私, need和greet是一串法上的, 很接近的, 你要处理 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这些东西, 这是处理公共政策最大的挑战, 你譬如说这个, 卖居屋, 有些人说, 你买居屋, 你将来保价, 你不要叫保价, 可以不可以啊, 就保回去当时, 买屋的时候差那么多, 那我就反对, 为什么呢, 它市场的价格上了, 香港不是个人都可以拿到居屋, 好幸好才能拿到, 你不是像新加坡, 有人都有份, 最终有人有份, 你不是这样, 那好了, 市场令到它在几年之后, 它卖出来, 而赚了钱, 你说它赚钱不想和阿公分的, 那怎么可以这么便宜呢, 因为这样的时候, 你便更加鼓励一些人取效, 那我们就要维护阿公的难忘法了, 教授,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 巴士重调计划, 很多时候都区议会都会反对, 那根据你的经验,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得到他们支持? 没有的, 都做了几多几多, 为什么呢, 在地区上去反对, 未曾没有地区上, 就是个议员的逻辑, 我代表我一个小区, 就是我这几座大厦, 那如果你说, 巴士路线重组, 原本有三条线, 现在变成两条, 或者有些线, 可能班次会减, 没有那么密的, 因为客户不够, 在他来说, 一定是差了的, 就是他那些居民来说, 那他代表他那些居民, 他说我反对, 又很合理的, 从这里来说, 所以你以为要区议会很拥抱, 又不容易的, 就是我们的做法, 当时我和一些区议员都在谈行, 说, 总之这样, 你就是赖了我局长, 不听意见, 是吧, 但是我说, 我们那些标准, 就是什么情况下, 要减车, 要减班车, 要取消, 或者合并那些班车, 我说全部透明, 因为那些准则是公开的, 立法会也有, 立法会也有, 超会会也有的, 我说是按这些准则来去量度的, 如果你认为运输署, 乱来, 你就一起量度, 是吧, 就是有了规矩的, 所以不是说, 随便去减的, 但是很多时候, 到最后, 都是很多土价还价的, 所以譬如, 你原判商做百分之一百的, 最终可能, 如果你百分之七十都做到, 或者六十都做到, 就算很厉害的, 已经是, 就是这样, 由于, 在路面上, 巴士多, 就是, 大家有时看到, 过了隧道之后, 在圭尼斯道, 在中环, 那, 有些地区的巴士多, 行走的时候, 便会造成, 都是有擠塞的, 有些巴士便返不及, 所以有些时候, 脱班, 我不会认为巴士公司, 没有它的管理信心, 但是有些时候, 真的是 beyond它的, 如果路是擠塞的话, 它的巴士便返不及, 返不及, 返不及时, 它便要脱班, 所以那些车账是很惨的, 它回去, 即是要开车, 如果它真的迟了, 要尽量它赶回。 如果去到极端, 当然可以这样想, 不过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去到极端呢, 我们要小心去评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任何对市场的干预呢, 我们要顾及给人的, 第一,任何干预呢, 如果从香港来说, 我们要采取这个干预的措施呢, 我都要解采得到, 香港作为一个长期标榜是一个自由开放市场, 为什么我都要做一个极端的手段, 如果不是, 人家会说, 那你香港以后不再是自由市场, 举例, 你说我买地比起发展商, 我不单只规定你几时要稀好, 我还要规定你几时卖, 还要规定你几时卖, 还要规定你几时卖多少钱, 那就很多干预了, 有时你便要考虑几重的政策的考虑, 你的政策不是只有房屋政策的角度, 你还有其他, 你维护市场的形象, 你的自由市场应有的特色, 很多要考虑, 所以过去通常的干预, 就不是一个, 就是绝对不准你做那种事情的干预, 你就算香烟也是, 你都说我被警告, 在烟包里面, 接着又提示你, 我都说不准你吸烟, 这个就是, 如果不是你可以说不准吸烟的, 基于健康, 我不准吸烟, 都可以的, 所以, 概念上, 去到很极端的情况, 很多比较, 比较重手一点的, 干预措施都可以考虑, 但现在是否去到这样呢, 我们要想, 第二就是, 究竟我们是窮尽了, 用一个交易成本的手段未, 都可以想的, 其实我们如果用交易成本, 如果是一个外来购买者, 在现在来说, 他都要交多少税下的, 要交几十%, 还有这样, 我们又不要将所有的问题, 就看作为只是境外购买多了, 实际上, 境外购占的那种的成交的数额, 百分比不是那么高的, 我走的时候, 百分之一点几是境外的, 因为他要交买家印花税, 所以就算了, 其实本地的, 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己本身的, 投资性, 就是他有第一套房, 再买第二套,第三套, 其实比例都越来越高, 你刚才说, 如果规管几时去卖, 卖多少钱的话, 其实这些手段都不够好, 我问我, 你会不会卖好赚成空债数? 我不敢说是好与不好, 我正确是说, 那你不是政府干预到市场很多, 就是限制你卖多少钱, 你说我可以限制你卖楼卖多少钱, 我可以限制你卖奶茶卖多少钱, 就是你整个政府要想整体, 你的经济政策是怎样的。 空置税是否合适, 都是一种干预市场, 要几时? 空置税呢, 第一这样, 在其他国家都是有的, 有些有的, 所以我们不会说它不可以被考虑, 不过我在本书当然交代了, 在上届政府, 我们最初讨论一些需求管理措施的时候, 为何我们不考虑空置税, 而用了买家印花税, 商户印花税的手段呢, 也有些交代的, 因为当时我们觉得, 全港的住宅楼宇的空置率, 其实不是很高的, 现在还低一点, 3.7左右, 我估计3.7左右, 这个很低的, 当然你可以再分析的, 可能你说这个大围而已, 但不同类型的, 大一点的楼宇, 小面积楼宇可能有些不同, 但大围一个3.7左右, 不太高, 我们上届政府最初, 在2021、2013年考虑的时候, 当时是4点多, 那时已经觉得不是算高的了, 还有很多时候你看回, 通常如果你是, 你没有楼子自己, 你涉上压力, 因为你是业主, 你买层楼, 你买楼, 要是自己住, 如果你不是自己住的, 你不会长期丢空, 因为你都想有些回收, 你都想租出去的, 你可以丢空半年, 可以丢空一年, 但你不会丢空五年, 七年的嘛, 所以如果, 短期的空置会有, 但是长期空置, 从经济诱因来说, 是不应该存在的, 它一定推出去租赁市场, 所以如果租金一路上, 如果租金上, 显示租盘是正在, 这类不是自己自住的单位, 它推出来租的都少了, 所以看租金, 你看到的趋势, 短期会有, 任何业主, 可能肯定好半年, 九个月都有, 装修, 拣客, 都会有, 但你长期都不卖, 是很罕有的。 那这次说, 纯粹是售楼, 以及你们刚才都说, 我质值得这么低的话, 其实是否可以推出, 因为刚才说, 他们一个极端的租赁市, 应该去干预? 我又不敢, 好像我这么说, 我不会评论现届政府一些举措, 但我只是交代回, 在上届政府, 我们考虑空置税, 为何我们最终没做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研判, 那个空置的情况, 不是这么严重, 还有我们当时认为, 用印花税的方式, 是更加有针对性, 和快点的, 因为印花税当时, 用negative rating, 立即宣布就立即生效, 相对于一些其他措施, 如果需要在立法会经过三局, 就变成了受制立法会的程序, 有所不同, 其实当时我们考虑不正常, 很多量, 包括资本增值税, 其他我们都有讨论过, 好, 差不多了,